這怎麼好意思呢 這一次真的是說到做到了 對 對 講話也是說到做到 首次入主美食外景節目 李懿大手筆自掏腰包 要招待大家去小琉球玩 全是為了兌現這個諾言 我有小琉球 小琉球下次發我來 把我贊助 冠名贊助 真好 謝謝翼翔 大手筆包辦所有費用 李懿搭檔梁赫群 大文和林莎 還霸氣從高雄 包船 去小琉球 從船上玩到海上 挑戰水上活動 今天真的不容易 那個... 現在這個時間真的有點晃 我可以照顧 而且我的... 朋友們現在已經離我們超遠的 熱愛大廚的李懿也很懂吃 主持美食節目 更不忘把握機會 跑到廚房裡跟大廚 討教蜂巢家的製作命訣 那你這些調味 面衣什麼有調過味道了嗎 對 面衣方可能不能講 還想說撐這個時候 偷偷問他一下 不講 保持體重 我覺得非常辛苦 因為其實我現在是比較 處在一個需要每日減重的狀態 但是出外景了這幾天 就沒有辦法控制 不過首度入主節目 李懿透露老婆六月的反應 竟然是希望她延長工作時間 她說希望可以出班時間 越長越好 她覺得我待在家會跟她吵架 我們下次去拍這個 十萬塊一串的菠蘿包怎麼樣 記下來了嗎 幸好又有兩機在路 對啊 好不好 可以半年 還奔到冷的時候 我們來這邊玩 住在這邊 太舒服了 以後來我招待你 主持節目李懿樂在其中 還不斷許下怒言 各種散住 招待 或許未來有機會 再度在節目中實現 TVBS新聞莊全神講得懂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